就沒有憤,沒有憤就沒有憤 憤恨就沒有憤,憤恨就沒有憤 憤比較輕,憤就重了 你現在憤一個久,憤就好 這樣就很不甘煩 所以或許以前就講 等到吃到老的時候死掉 去買鞭炮來放 那個狗的孤獨都沒得了 這聲都出頭天了 所以要了解到 完全能夠當一家人 都是有緣分 所以不管什麼緣 我們都一定把它改成善緣 都是善緣 我要想,生病的時候 什麼人要照顧我? 家人,就是家人要照顧我 所以我平常都要照顧家人 這個是一定的因果道理 你平常都不照顧家人 你生病呢 家人有時候會藉口啦 啊,剛好我有事 沒空啦 你自己去去買 你看,就沒有人要照顧你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因果定律 我們就是要好好的 愛護我們周遭親朋好友 那麼接著呢 還沒有接收完畢 破壞湖囊 那個湖囊 就是我們的救生圈 如果我們要過大海 要過河 是不是要有一個救生圈 這樣來才不會噴下去 對不對 那個湖囊就是救生圈 你把它破壞 你就沒辦法依賴 你就噴下去了 就會死掉了 所以破壞湖囊 然後剝灑球糧 就是喔 球糧要人家喔 能夠通過那個河流 你把它呢 剝灑 就是你把它破壞啦 破壞橋樑 我們就沒辦法過了 那河流呢 看水在流 藝能呢 解斗啊 正面根本 這一些啊 都把我們喔 解斗我們正面的根本 所以啊 我們的正面啊 就是佛的 佛之內佛念 那一些正面 那麼不能破壞呢 盛狀好色 可以破壞啊 我們那個年輕人的 那一種好看有利 他可以破壞 利是安樂 舍除慚愧 可以破壞啊 我們所有的 在凡神論為 很如意的這些生活啊 都呢 被呢 這一個病啊 破壞了 那麼舍除慚愧啊 有慚愧的人 就呢 不怕呢 這個病 為什麼 因為他能夠知道病因啊 病因都知道了 然後他呢 這個生活在慚愧之中 那麼生活在慚愧之中呢 都知道感恩 會感恩啊 不會跟人家計較 這樣呢 整個啊 我們生活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說呢 這個慚愧啊 可以啊 給我們很大的 那一種生活的安樂 有什麼 有什麼 都沒有 好